ABL 东南马职业 蓝球乱赛 这场是香港东方 主场对着就是飞风火箭 今季就是审游交手 这场的焦点可以看下 就是红色衣服 21号的中东迪迦娜 曝光我们香港东方 不过男帝的河里飞 这场球我已经受到很努力了 对啊 已经出尽所有法好了 但是你看到迪迦娜仍然被他拿到分数 主要东方方面 今天在正选方面都见证 因为绍莹的受伤 今天用了0号的吴重俊打到先发 经常见到就是班军高士兰的三分球 不是这边上来的 比哈文很简单 做一个策定 谁入球 2号的格鲁 火焰有5号的比哈文在这里 可以是原来的助攻王 半场交了10个助攻出来 来罗斯 基本上在东方今次的比赛 主力就是5号的罗斯 和33号的班军高士兰的主攻 但是这个球 哈利菲特趁着对方迪迦娜 做了休息 都尝试了 铲鸩 搏到M1 但是菲律芬火焰 最麻烦的就是他们的反击 新的外援 4号的威廉斯 一出来就入了三分球 对啊 这个新兵就是上半场有了三分 罗斯 其实看了第二节了 这段时间罗斯的球就很醒目的 骗了对手之后自己的男帝是放进了 说一说又是个反局快攻 比哈文真的看得很通透 葛家磊入了那些球 是入进的 对啊 今天其实火焰队 二号的隔壁都可以说是A组 这个球是何利菲特 那男帝就是宝藏 这个是漂亮的球 新兵是威廉斯 是一个针孔式的弹地球 给到精致 非常精彩 罗斯的难得是所有的快攻 做一个左右变向的上来 你说上半场的三分球比较 香港东方以来的三分球 就做得比较有意义 13射中二得了成人的命中 相反对方也是射13射三分球 不过中了六球 有四成人的命中率 那两球球正正就是 班冬高士华入 然后罗斯每一次持球 都是拆动机会给队友 那这次就是 何利菲特 引导所有队上来 拉罗斯一边拆动 拆动机会给队友 我良心的 打完半场 菲律宾火焰领先就是45比30 去到第三节 那龙盗就是我们东方 然后活动反击 然后给荷里菲特 接着拉里罗斯 上半场手感不太好 下半场就回头三分球 这三分球 罗斯也为他 借了赫尼菲特的单挡之后 在温柔的温柔 做到三分球 看到分数方面 逐步收窄 但罗斯的球 有点运动 第一次放弃了 但球一直放在他的手上 就会撞上去 你看威廉姆斯 压着罗斯的胸膜之后 自己轻松放弃 这个球分了 给了萧健勋 这个球也是萧健勋的 这一场第一个是三分球 是 张文平借到 海里菲特的单挡 很顺势 拿完球做上楼 这边轮到荆治 荆治上半场的三分球 很严重 但下半场就热身了 有手感 不错 第三次的尾段 罗斯 这个球拼得到 杜明哥的范围 拿到的M1 高士拿到的球 其实他的脚还没站稳 只能射到三分球 拦人家三平手 但迪加拿到男帝 都可以了 真是青王青霸了 这场是迪加拿 有12分 基本上来到第四节 很多的进攻 都落了起 就是罗斯 和班兼高舌拉通常 好了 高舌拉分球给领导位的John Schill 他一个打动作 终于他来一个不平的分 有惊喜的 进入完之后 接着来一个急停的跳射三分球 一度连取5分之后 反招前72比71 又是罗斯 也是借助 赫尼菲特的单挡 在罚球线 头小小位置 射到中距来 那个火焰队 始终很硬正 而且压力也很够 精致 趁着就是防守班兼Busha 开始在体力减力之下 勤勤就是 压到他的蓝底 他要得分 这球球真是可惜了 高舌拉自己找不到机会之后 就让John Schill 可惜 这三分球是被人拍下来的 最后就是菲律宾火焰 77比76 击败香港东方 在小诺 是 在大人连取 在小诺 前一年 队